大家好,我是敏感 祝我們到了我們又去探索台灣又去的地方 那這次我們要搭逗留古墾縣的台灣好新車子去參加一個特別的活動 就是國際的咖啡間,你見面 謝謝 國北京買好票就是一日券,所以你可以不先搭 那我在看我們現在的那個路線 如果你比較喜歡搭自然,可能可以選旅宿水島 或者這個華山咖啡檔間 這也是我們想去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美的地方 可以去雲中街或永光故事屋 也可以去劍湖山使劍 拿台灣好新一日券 只要399就可以入場囉 我們先決定了到這個台灣好新的站叫做雲中街 那在這裡我發現,哇,好漂亮 有很多那種日本時代的木造建築 像是這個咖啡餅 我特別喜歡木製老房子 一來到雲中街,馬上就能感受到藝術的美感 來到這裡,就像來到不同的時空 好像漫步在100年前的台灣一樣 有種懷舊的美麗 這個地方真的讓我的美感很滿足 我非常喜歡那種木造的建築物 然後這裡滿安靜,還有尿聲我好喜歡 那如果像在這裡得久一點 也可以選起一個漂亮的咖啡廳 對啊,所以我們推薦在雲中街下車 逛一逛 接下來我們繼續搭台灣好行 前往綠四隧道參觀台灣國際咖啡節 謝謝 好,我們剛才綠四隧道站下車了 然後現在就發現這個地方滿熱的 我以為是比較小的 我們先找個東西吃 我們的這裡剛好是中午 所以我們先到綠四隧道去找東西吃 來吧 我們先在這裡吃農鍋 火鍋 我沒有想到這裡怎麼熱 我很期待等一下吃完飯就可以去看看 我總是吃有營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你讓今天自己做的好事情 也沒辦法就是這樣,喜歡 謝謝你 如果習慣喝甜的咖啡的話 就會覺得很好喝 我們點了一杯鳳梨咖啡 應該在其他地方不太容易看得很好 那我們就好奇給你們看 喝喝看 就是他把用鳳梨的味道 把咖啡的苦味蓋過去 偏甜的咖啡 他也可以考慮一下 喝喝看我們的芒果咖啡 像是招牌 因為他上面就是 有三層的口味 上面有一個芒果的脾氣瓶 是我們自己做的運氣 然後下面有芒果醬 如果真的覺得甜的可以接受的話 試試看 好,謝謝你 既然店員推薦 我們就來試試看芒果咖啡吧 這款芒果咖啡 它上面是芒果冰淇淋 中間是黑咖啡 下面是芒果泥 那攪拌在一起的話 就會有一種酸中帶甜 甜中帶苦的感覺 所以是 如果你比較害怕 咖啡的苦味的話 那我覺得這款 芒果咖啡就會蠻適合你的 假設你沒有喝過咖啡的人 我們都會問你說 其實請問今天喝咖啡 想要喝酸的咖啡 還是不酸的咖啡 那因為一般的台灣人 他們對咖啡的概念 他們就是覺得咖啡它是苦的 所以我要不酸的咖啡 如果你就是比較有 常喝咖啡的人 都會知道那個咖啡豆 它其實是一個咖啡的果實 那烘焙之後 它稍微會帶有點果酸 那是正常的現象 比較常喝咖啡的人 他們可能會選擇 稍微帶一點果酸的咖啡 然後它的層次會比較豐富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逛逛咖啡街的現場 這裡有好多湯飯非常熱鬧 就像一個大型的市集 想全部逛完 絕對要花不少時間 不知買咖啡 也有賣咖啡相關的產品 還有各式飲料和小點心 如果你喜歡逛夜市 這裡也一定會適合你 對了 如果你有台灣好心一日券 你還可以兌換咖啡禮物喔 如果你到旅隨意站 你就可以把這個一日券 換成咖啡包 這個限量200包 如果到中間的大草皮 你可以看到很多對咖啡有熱情的朋友 草皮上的咖啡糖味 咖啡主人都很友善 歡迎和他們和北咖啡聊聊天喔 日治時代 對那個時候日本人 把咖啡帶進台灣來摘種 那其中一個區域就是 摘種在我們古坑咖啡這個位置 所以衍生到現在為主的時候 變成說古坑咖啡 變成一個台灣咖啡的代理池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演變的過程 我們的咖啡的豆子的特色是 喝起來它會輕 就比較清淡清清淡雅 然後很乾淨 然後讓你覺得喝起來就不像在喝咖啡 就好像在品茶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在地補坑咖啡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色 從他們的眼中我感受到了熱情 真的讓我們收穫很多 除此之外 世界咖啡節有許多音樂表演 也有給大家露營野餐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適合全家人來體驗的活動 我覺得現在別玩也熱鬧 真的玩得很棒 我們還在村子這裡繼續玩 買了一些地瓜來吃 真的有點想演示 那這個活動 11月9號到11月17號 連續兩個週末都有 所以推薦給大家 大家台灣好行 然後來國際咖啡節 來移民先玩 下次見 多多活動 我們下次見